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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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都受 foreign 你说什么 优优独播剧場——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量团都为小花展现出的种种认真负责 和大爱无私的精神所打动 更加坚定了能量团要帮助小花 实现见到她父亲愿望的决心 26年前在小花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26年来小花对于不能谋面的父亲 到底有着怎样的感情 在温柔叶色的包裹下 能量团觉得是时候跟小花说起这件事了 我们家现在没人种地呢 因为我们忙不过难 其实我跟我妈妈有时候我们会回家种菜的 妈妈还会再种一些菜这样子 那你爸爸呢 不知道 对啊 那就哪属呢 那就哪儿了 我不知道 不 不知道啊 你完全没有印象 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他走的时候我们还还小的 我最小的弟弟还没有出世 就是92年走的吧 小花 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都挺好的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句心里话 你说你愿不愿意见你爸爸一次 你可以想象一个女人 带孩子那么辛苦 你知道我妈妈那时候怎么过来的吗 我算什么花爷啊 我妈那才叫爷呢 我跟你讲 我妈爷们儿个子也不高 那时候她一个女人啊 带着我们四个孩子 她从来没有说 再去给我们找一个爸爸什么样子 所以不想见爸爸的原因 就是因为不想让妈妈难过 如果抛开妈妈 你愿不愿意去看她一次 你愿意去看 människor 你愿意去看她 她说我总是很想要 你愿意去看她 那我就是想了 我愿意去看她 就算说我愿意去看她 我就会她儿愿意去看她 很多時候這個感情啊 還是分開來看嘛 這父母是有父母的事情 但是這個生命這個輪迴 畢竟我們是孩子 我是覺得 不管怎麼樣 哪怕就是你有沒有可能 就想見他一次 看他一下 在景田細心的安慰下 小花表露了深藏內心的真實想法 自從小花躲睡了 她就一直想找尋爸爸的下落 但是她從不敢向媽媽提起此事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 媽咪的心情始終沒有打 那麼小花的父母當年到底有何分歧 為何多年都不能釋懷 能否說服媽媽同意小花去見爸爸呢 能量團感受到了欠索未有的壓力 能量團感受到了欠索未有的壓力 我但是我媽媽 小花你可以忍耐 等我死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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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找人 有一個但是已經被註銷了 我完全了解 我知道 我太清楚 我自己我自己一定想偷偷心 我希望是解开她的机 解开我妈的机 我一直想告诉他们的就是 人啊不要带着车换生活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 我们都会尽量帮你 反正我要出门效果 你看四面主角 不好意思 完全超过你的耐心过度 范围外的情况 如果是我我也疯了 我觉得爸爸的必备条件就是 责任担当 真的我也没办法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事情能成功的几率太小了 因为顾及妈妈的感受 小花对于去见爸爸的事情 一直犹豫不定 为了彻底打消小花心中的顾虑 第二天一早 能量团派出景田 单独再跟小花沟通一次 天天 天天 今天好漂亮 我累计很小工具的 昨天休息怎么样 休息挺好的 我看你的状态好像眼睛 是不是睡得挺懒的 两点到三点才睡 快三点才睡啊 就特别怕昨天聊的给你造成 心理负担啊这样吗 不是 其实主要是我妈妈那里 对 我明白 所以我觉得 我们得好好跟妈妈去聊一聊 大概你有没有听过或怎么样 什么原因 妈妈走了 我倒听头说了一些 但是呢 具体我也不太知道 所以具体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他们上一辈的恩人院 这是他们上一辈的恩人院 真的我不希望就是说把所有的丑恨啊 或者什么样的事情都弄到下一代 是真的希望我父亲给我妈妈一个 如果要就是说一个交代或者公道什么的 那我希望那都是给妈妈的 她特别矛盾 她的内心 她是想见爸爸的 就是因为她的顾忌嘛 即便她在我们面前 她都不敢说这句话 我希望我妈妈过得好 我也不希望她就是说一辈子去见她 其实一个女人啊 做了这一步真的很不容易 她那时候一边干农户 然后还要一边看书学习 让我们都睡着了 她洗衣服弄得很晚很晚 然后第二天天还没娘子起来 还做饭给我们吃 我觉得用很或者是特别 这些形容词都不足以表达太辛苦 我就是怕她伤心 你觉得你能去跟妈妈敞开心扉 去跟她聊吗 我 我不太适合去跟我妈妈讲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就是要么你别去了 我去 我去跟她聊聊 我觉得可能跟当事者 就是跟这个事情完全无关的 局外人在聊的时候 你觉得会不会反而 会有一个不同的态度 这是我的一个假设 这个可能会有 可能会有 对 因为说实话 其实最主要 就是我不想让我妈妈伤心 行 那我觉得让我去试试 我去跟妈妈聊聊 然后我们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好啊 我特别能够理解 她非常在意妈妈的感受 所以我会觉得 我想帮她 去跟她妈妈讲 让她妈妈不要担心 并不是说 就不孝顺妈妈了 要违背妈妈的意愿 跟这些没关系 今天先交给我 那我先去聊一下 好吗 在景田耐心的疏导下 小花最终吐鲁心声 坚定了去见爸爸的想法 但是必须要征得妈妈的同意 而另一方面 能量团对于小花爸爸的信息 几乎为零 时间紧迫 能量团兵分三路 毛子俊和马文元 负责在村子里打听情况 苏友鹏李弘以 直接去往派出所 查询小花爸爸的信息 而陪同小花 打开妈妈心结的重任 则落在了景田身上 今天就我们两兄弟单干了 好 这个门是开的 你好 有人在吗 你好 有人吗 你好 有人在吗 会不会在干农活什么呢 那边有人 大爷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那个陈小花吗 她妈妈也是医生 知道 知道她的爸爸吗 不知道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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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陈小花 你们卫生所的 我对不起你 好 具体的事实要她才知道 知道陈小花 但是哪种情况 我不知道 我都不清楚 不清楚是吗 不完全清楚 不太清楚 是 从来听不到小声 从来听不到小声 好多四季问不到 或者是问到了很多 不一样的回答 陷入了一个死局当中 在这儿 能拿个号码 个人业务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一间 只有这一间 不急办正 咱们找个地方猜一下呗 中国那么大 如果咱们问到了 他爸万一在很远的地方 不远吧 找他呗 你觉得找得到吗 而且我猜真的 他们不会随便给 不会随便卸个个人资料 那万一遇到这种情况 你觉得怎么办 靠你啊 刷脸 来 来了 快坐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我们想找人 二十几年前 有一位叫 只有一个名字吗 我们只有一个名字 您好像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受人所托 我们是他朋友 但是对不起 我们这个 因为那个附近信息 它涉及到公民的隐私 如果你们没有任何手续的话 我们不能办理查的 什么样的手续 你们这种情况吧 根据我们的规定 如果你们是他的亲属 是 就开设你们的关系证明 如果你们不是亲属的话 那可能我们这里 不能为你们提供这种查询 不能为你们提供这种查询 由于任务紧迫 仓促前往派出所 进行查询任务能量团小分队 准备的并不充分 接下来 他们能顺利地找到 有关爸爸的信息吗 我们要想知道这个 人是不是真的 二十五年前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 生活在这里 他复籍在这里的话 我们是可以查询的 如果他现在复籍已经不在这里 是没有办法全国联网的吗 你们首先要有新闻账号码 我们才能帮你查询的 就是我建议你 就是去政府部 请那些工作人员 开个介绍信 好的 谢谢 按照户籍查询制度的相关规定 非亲属关系人员进行公益查询时 可向政府的其他主管部门 申请开具介绍信才能提供查询 能量团当机与刀音组上议决定 连络到当地的宣传部门 前来证明身份 提供协助 你好 你好你好 苏鹏 你好你好 就是刚才那个事情是吧 对 是吧 同名的比较多 它那个柱子 不有一种河边圈十足 有一个但是已经被注销了 注销了 注销了是吧 对 户口的注销 线索的中短 能量团寻人之旅的开局之路 走得十分坎坷 而此刻小花妈妈的态度 又会是怎样呢 田莲 这就我家了 就是这儿吗 对 就这里 待会儿我妈妈给我饭 阿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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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田田 叫我田田就行了 好 田收走路 田走 谢谢 那我们帮阿姨坐下来 阿姨你 阿姨我也会炒鸡蛋 你也会炒鸡蛋 我会炒鸡蛋 要不我来炒鸡蛋 行 我来炒鸡蛋 你要炒鸡蛋吗 刚好昨天我刚好炒鸡蛋 那行 我现在爱上做饭了 先放盐 好 加一点点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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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炒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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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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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发的功妙强 炒鸡蛋 还看不出来啊 还好 还好 你来世界第三 可以吃我一会儿 谢谢阿姨 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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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厉害 你看我 你看我 你会看病啊 我根本不会看病 我只会那一个 其他我都不 你会那一个就够了 色香味俱全的架势 尝尝 阿姨您尝尝这个菜行不行 好 太好吃了 手也好 这个阿姨 嗯 我想不骗你 我昨天第一次炒菜 今天第二次 嗯 炒的好吃 真的好吃 阿姨您尝尝这个菜 好 你尝尝就看嘛 叫你尝尝咋够了吗 喜欢你 特喜欢你 我女儿少了 只有一个 嗯 今天看到你也当我是我的女儿 嗯 听我做跟女儿吧 干嘛 干嘛 好 好 完了吗 这下我们的地位了 完了 你现在有危险了 我好亲喻 又懂了个女儿 干嘛说我特别亲 又多了个女儿 开门就还挺好的 确实也是我第二次做饭 可能阿姨觉得 这小姑娘做饭做得也挺好 不管今天成不成 那我都会一点一点地去克服她 我还有点事 那我跟干妈在聊会儿 那行 好 要不要让她走 咱俩在坐 你们坐着聊 拜拜 拜拜 你慢点啊 景田的乖巧喜心 顺利地俘获了小花妈妈的欢心 眼见时机成熟 小花也过意回避离席 把独处的空间 让给景田和妈妈两个人 面对小花妈妈二十多年来的情感心结 景田能顺利解开吗 特别喜欢小花 真的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 就一路上 就上山嘛 因为找不到卫生所 就一直在问说 你们知不知道 小花 知不知道卫生所在哪儿 他们都说 我们最美村医 昨天跟小花相处一天 让我觉得 我自己都特别受她的感染 她特别女汉子 她妈您知道这个女汉子性格吗 她说我女汉子 你要看到我妈 我妈年纪中她更是女汉子 不算 所以您特别的能干 拉扯这四个子女 什么的办法就是要能够黑街来干的 我也不打牌 其他的事我都不做 就是把野生都是奉献给这几个子女 我还是很高兴盼着几个 这幸福的一家子 爸爸呢 爸爸在哪儿呢 走路 走了 昨天我们聊天的时候 就说因为一直在听妈妈 说最伟大的村医 我最伟大的母亲 然后就说爸爸的时候 他就说他没见过爸爸 说四岁走了 我在四川有八姊妹老叫 所以说结婚我就比他大了 四岁 然后他就愿意在我们的家里 就是找女婿嘛 上门女婿 对 他自己很转学 就是成小孩的爸爸嘛 但他自己毛鼻子 学得好 学得好得很的 但是在转学 所以一种家庭的农村嘛 他就不服四季八季 我们是要做专家 他就不干 我还是都很自私 让我自己把一个家庭的活路 全全乱起来 我快去小孩的时候 要生了大肚子 绝对生产温柔 都是我自己干操 我自己劳动 让他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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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在家开除 这种好了吗 饭煮了吗 你不要天天看这些 没用的东西好吗 这怎么就是没用的 我一个成年人 我就一点自由都没有吗 自由 那你也先把温暴问题解决吧 我们现在有小花 我现在有怀孕病 这以后的日子 再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你死不了孩子以后受苦吧 我要让那些没有的东西 从此消失在我的家 我问你到底想干吗 怎么办 我小花仅仅只有十十岁了 就走了 也走到县城 也管过 我问啥子你今天来了 我要摆给你听 平时间随便哪个踢的 就我不愿意摆药 我善心怒 那还要 我知道干嘛 就真的都是 我那些吐露出来 我明白 对我的子女那么厉害就是 我一个个人托尸子的 其实我完全没想到 她说 我今天想把这些新事 全部吐露给你听 我就会觉得 那一下我就觉得 不管今天成不成 她同不同意小花去见爸爸 我都觉得 阿姨跟我们打开这敞开心扉了 这么多年没有过音讯吗 没有 没有 她只能给你们的生 把生命是哪里 哪给你们 但是没敷衍的 我的儿子和女儿 我也过得不要认 我就喊她不能认 我说为啥子你现在 我们家庭 哪要赶来呢 也赶上我们家庭的生活 我也想到 我自己的小花 我小花 你可以认 但等我死了都 但等我死了都 我觉得难度好大呀 妈妈好生气呀 你要想认她 你要想见她 等我过世了 我在世的时候 你不能去 不然你就是对我的背叛 尽管小花的妈妈 对爸爸借地一身 但能量团 还是迎难而上 希望帮助小花 舒服妈妈 也希望妈妈 她能在以后的生活中 放下仇恨 拥抱爱意 说实话 其实她内心 她是想见她一面 不宜 不宜 我硬着头皮 我就是感觉冲不上去 我心里没有底 我会觉得 哇 这个事情 能成功的几率 太小了 景田却说妈妈 允许小花 同爸爸见面的努力 几乎陷入了僵局 苏友鹏 李鸿毅 寻找小花爸爸 也毫无进展 尽管处出受挫 大家仍未放弃希望 爷爷您好 谢谢 就问你打听一个人 陈小花 二十多年前 她爸不是从 这个村子走了吗 留下了 她妈妈跟几个孩子 对 您知道这是 知道 什么原因让她爸要走 原因不知的 原因不知的 谁跟陈小花的家庭 更熟一点 就我们如果问她 我们那边应该就服 那边 那些团子 那边 好 最帅心的 行 谢谢 谢谢 没关系 谢谢 谢谢 您好 大哥 您认识那个 叫 那个卫生所叫小花的 这股活泼开朗 对 非常活泼开朗 他爸是在这个村子 一直生活在这儿的吗 不是这个村子的人 不是这个村子的人 他的老家是在四川 他们家住在哪 就是之前 你知道吗 住在和平的社团 我带你们去 你带我们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你带我们去 好好好 这就走吧 好 是这样吗 好 我去 你好 好 你好 就你们村那个卫生所 小花的爸爸 他的工作是什么 那平时就农民嘛 就他们是 就之前就认识 还是经过人介绍还是什么 经过 是来过 付四个女孩用的 付出的介绍 爸爸现在在 在青岛所的外房 在这广州的外房 没有发生 他妈妈后来也没有想过 要去找他爸爸 没想 没想 他不接受 那个找的都得了 在这的时候 我老是一个大人 你们就不得了 他当时 他爸爸跟他妈妈的感情怎么样 好 后头才不行 我爸爸就是爱学习 爱读书 他爸爱读书是吗 喜欢读书 喜欢学习 为什么感情出现问题了呢 你学习 影响家务 影响家务 对 他爸可能多出点力就行了 他为什么会走到 他爸突然离开 这样的一个程度呢 中间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那一会儿也不知道了 不熟悉了 我觉得他爸爸还是 像爱读书的人 我觉得就是骨子溜骨 那种倔强吧 我觉得就是 他其实他问题就出在 他爸的跟他妈的性格 可能不太合适 对 在毛子俊 马文远的不限奴隶下 终于打探到了有关爸爸当年出走的一些讯息 虽然从村民们口中得知了一些关于小花爸爸的消息 但小花的爸爸目前究竟在哪儿依然毫无头绪 而景田说服小花妈妈的进展 有信心了如何呢 他今天上午我们去那个小学的时候 他就说我非常在乎我妈的感受 跟我一样 我也是 我非常在乎我妈妈的感受 父母之间会有一些恩怨也好 吵架也好 但是我就觉得心头总有一个 你就是割不断 这个不管怎么样 她是一个血缘 干嘛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小花的心里 她还是有个截儿没打开 说实话 其实她内心 她是想见她一面 她就说我非常在乎我妈的感受 其实她内心 她是想见她一面 她就说我非常在乎我妈的感受 她就说我非常在乎我妈的感受 这个不管怎么样 她是一个血缘 她就说我非常在乎我妈的感受 也给她们这么一个机会 让小花去问一下 让小花去问一下 说实话 其实她内心 她是想见她一面 她是想见她一面 我希望我妈妈过得好 我也不希望她就是说 一辈子去见她 她是想见她 这个不管怎么样 她是一个血缘 你们的意思 我都劝劝支持你 我都支持你 谢谢她 谢谢 真的 好 我知道 这个 这个 很不容易 真的 我会 才女人 要对 没有我消费有心的 好 我同意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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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放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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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很严重 我寶寶 也不想被遗殇 没有爸爸的父母 在中学的时候 我说妈妈 别说妈妈没有爸爸 这就是所谓的是毒情生吧 小花的妈妈在过去的时光里 谁能知道 她默默承受了多少的苦楚 承受多少流言蜚语 也许只有她自己清楚 与小花父亲之间 痛彻心扉的往事 有多难以释怀 但真当自己的女儿 说出想去见一次爸爸时 妈妈依然选择了同意 26年来 妈妈一人坚强地带大了小花姐弟四人 心中的无数机缘 在这一刻 似乎被这柔弱的泪水洗掉了 妈妈的眼泪让小花心疼 但更让她放心了 从这一刻起 妈妈可以勇敢地和过去告别 那么另一边 能让小分队打听小花爸爸的情况 是否有新的消息呢 她以前的家人这些 有一些 我看一下 吵一下 我先吵一下 她的家人有一个叫何树联 应该是她的母亲 那这个地址您比较熟 你带我们去吧 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 能量团成员也成功通过小花的奶奶线索 得到了爸爸的联系地址 峰回路转的转机 让一切似乎都明朗了些来 回来了 真的 没问题 刚才我上楼去跟小花的奶奶都同了一下 跟着我一个具体的联系方式 还有一个具体的住址 是吗 太好了 对对对 小花的爸爸现在在杭州 你看 在这上面 就这个上面 对对对 就是这个 嗯 行 行 待会我们跟另外一个小坟的联系一下 看一下他们的情况 嗯 好的 谁的 红毅的 嗯 赶紧听一下 各位同志们是这样 因为经过多方努力 我们找到了小花她父亲现在的住址 应该是在杭州 在杭州 在杭州啊 父亲 一个对小花来说陌生而又亲切的称呼 曾经多少次的魂牵门绕 多少次的压抑困顿 父母之间二十多年来的恩怨王室 或许都会随着自己的每一步靠近 而兵容相散 小花 你偷得起我 你得给你爸爸献着 你不要献到我的痛苦啊 早点之后不想比你家的悲惨死 我 用了大股蛋的 不哭了 我只是 thumbtie看到了 我已经放好骢 这个人 你要非常抓亮的 你对我 défin人 我数了 你数了 你陪我两侧 怎么要跟他沟通 怎么跟他说呢 我觉得他二十几年没联络 肯定有他的顾虑 他应该也有他的新生活 他未必会立刻答应我们的倾途 我觉得 他坐这地方离杭州市区有点距离 有点偏 好紧张 这边有他的联系电话 还有他现在在他的小店的地址 你留着 希望他现在这个店还有开 帮我了快听黑了 今天是今天 六点半 好像快到了 那我就先下去 对 一路搜寻的能量小组始终未能找到爸爸的准确位置 差不多是在这对吧 大姐 还开门吗 还可以买东西吗 可以啊 大姐 帮我盛点这个东西 好吧 好的 您就一个人啊 你在外面 还是说你在外面 大姐杭州话怎么说呀 杭州话我也不会 你也不会 您是外地来了是吗 要得找的 好 在这边等你一天 行 差不多了 可以 差不多了 大姐 平时可以送菜吗 真的送小组 不是 在外面给您打电话 然后让您帮我送菜 能送吗 可以 你肚子好高 你肚子好高 比我高你 是吗 我 我一米八 我是北方人 我一米八七 我四个高好多 好 你九十万 好 更加小钱 不用了 好 谢谢啊 大姐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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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慢走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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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去的时候呢 她是只有一个女人在 但是过了一会儿很巧 有一个男性就是 装了一车 猜回来 嗯 然后她就问我 她就说 你那个是个子好高 嗯 然后我想这是一个信息量 要回来问一下 她父亲有多高的 嗯 那你有问她姓什么吗 我没敢 那就没有办法 确认那个是不是她吧 这个怎么 怎么聊啊 咋办啊 嗯 啊 想起来了 这上面有那个 有她的电话嘛 对吧 有有有 要不要去对一下 这个电话 是不是她那个订过电话 对了 是同一支电话 打着电话过去了 说找陈老板 看她有什么反应 喂 一下 喂 你好 说什么回事 您是陈老板吗 怎么了 我 我想 我想那个叫菜 叫菜 对 什么叫菜 我们餐厅这边 需要那个蔬菜和肉 然后那个现在没有材料 然后客人很着急 希望现在能 找你过来送一点过来 然后我们给你钱 谁在打你 你稍等一下 我 我们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要多少东西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然后再给你地址 好吧 好的 好好好 应该是吧 看样子是 我问她是陈老板 她说 是的 能量团成员考虑到爸爸在杭州 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他们选择了附近一家餐厅 作为小花和爸爸见面的地点 同时考虑到小花爸爸 也许一时间无法接受他们的突然来访 所以能量团采用让小花爸爸送菜的方式约见他 你好 我们有个节目 是 是是是 我们有个栏目叫做我想见到你 我可以借你一下场地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你们有没有比较空的地方 在厄罗 在厄罗是吧 看他们都卖什么 看他们都卖什么 知道要见爸爸了 是什么心情 你不 啊 不 啊 不 啊 你不 啊 好 啊 我死了 怎么了 那我给打电话 喂 你好 程老板 是 我是刚才给你打电话 要送菜的那个人 我要一桶植物油 然后十五个鸡蛋 一斤的西红柿 再要三捆小松 我想还有什么东西 再来十五个土豆吧 是 现在就来吧 那你就尽快 好吧 尽快 行吧 那就等他过来了 我出汗了 你出汗了 弄得我也挺紧张的 小小姐姐 你知道我们现在去哪里吗 我们现在去见爸爸 然后呢 线索六十 当前十四 五十四 方总人的口气之行 走 无力已开启经营模式 十八岁 医小毕业以后就跟妈妈留在村卫生所里面当医生 她从一开始的实习生看到现在已经是村里面的寻诊医生了 我们经过了一天将近两天的相处 是一个很独立很坚强的女孩子 对呢 你好 你好 您好 您好 真午林 这边儿麻烦您送菜 没事 没事 这个没事的 这菜 你好 ee 呃 待会再走 待会再走 您 没有 我马上帮我 今天还准备回去找一个 现在下雨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是苏鹏 苏鹏 跟你聊两句好 你是认识我吗 我认识你啊 程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呢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说这个故事吗 是好事来的 是好事来的 相信我 来 程先生来 咱们借个位子 不好意思 耽误您一点时间 好 你所有朋友跑到这里来跟我约会 我觉得不妥吧 你担命你你的任务 所以我现在就要跟你讲 到底是什么情况嘛 对 我是受人之托过来找您的 那我们这次的请托人 叫做 叫做 程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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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担心她会情绪激动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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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 这个太吞了 小花还有两天的时间做行李准备 我可能要见到爸爸 那对爸爸这边来讲 其实我是觉得是稍微有点藏促 我觉得小朋友小孩子小朋友是无辜的 觉得您心里一定是牵挂她的 可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去面对这件事情 然后把这件事情放下来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看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因为她就我们知道呢 她在成长过程里面 其实思念爸爸这件事情 让她在生活上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困难吧 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幸运的是 她没有被打倒 她像一家之主一样在保护这个家 然后她同时很坚强很乐观 然后变成一个很 我觉得很体贴身边人感受的女孩子 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当不容易 她很善良 她长得更好了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她的照片 我不知道您有多久没看到她 对 对 难道她来了吗 蛤 她来了吗 如果她来了您会想见她吗 因为我想您现在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庭 您有权利选择这件事 我们家庭很复杂 现在的家庭还是过去的 过去的家庭 太复杂了 你见过她吗 没有 这几年 这二十几年来 从来没见过 没有见过 不想说了 没关系 不要说 我觉得不要说 不要说 不需要不要说 不要说 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不用去谈 不要去谈她了 我觉得 看您要不要想想 这个事情 怎么说啊 嗯 应该来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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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啊 大家不可能一辈子都逃避了嘛 使命必达的能量团成人 终于实现了小花与父亲的重逢 完成了和平村村民的委托 为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给予父女俩更多的私人空间 设置足选择在远处拍摄 中文字幕并且冲划 选择在这里 也成为了尊重 找人的眼睛 给予父亲的重逢 看您 这场活动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说 这个地方 那个人就是我爸 我就这样看着 她说她为我骄傲 我跟我妈妈打电话 她说她放下以后 我心里从来没有 就是说这么舒坦 小花在私下跟我们讲 说其实今天来 她就是带着任务的 她想让爸妈之间 上一辈放下这样的仇恨 她说一辈子并不长 我们活着 为什么要一直带着恨呢 就像翻书语啊 念一夜翻过去就过去了 没有恨 让自己活得会更快乐 毕竟我的生命是她给的 我身体里是流入她的血液 她的确是我的父亲 父亲 我想见你一面就够 有句话想要对你说 不管上课多少时空 对你的爱没有变过 我想见你一面就够 就算用一生去等候 一个微笑一次相拥 一瞬间能活成永久 誰知道她的爱好 这个鸡鸣山这里掏山 你跟爸爸见了面了 昨天晚上梦了之后 第二天下午第二天我把他约出来 然后讲一下 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 然后我说你就好好的过你的日子 我说不管怎么样 这个情情是改变不了的 当然我不会跟你一起生活 因为我也不想影响你的家庭 但是我们是父女 这陈关系一直都改变不了的 妈妈这边知道你跟爸爸见面的情形吗 她知道那天我跟我妈妈讲 我说我打了她五下 她说好 然后呢我说知道为什么打五下吗 我们家里边就有四季 我们四季弟 然后就和我妈妈五个人打了她五下 然后我就说这五下打了之后 所有的都放下 过去就过去了 我就让他们该翻篇的翻篇了 妈妈怎么说呢 她说好 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吼 我说妈我爱你 她说你真就不想 我就说妈我爱你 反正我就要吼吧 然后她说行了我知道了 然后呢就挂了 原来真的我才发现是因为误会 真的就是误会 成年人的世界有他们的法则 有他们的苦衷和难处 但是只要慢慢放下偏执 那些因爱而恨的苦痛 就能骁龙释怀 好酷哦 你们过天直接跳到水桩 他去拉着铁毛 你很好吧 不太好 卫生室 不是骗人的吗 我们不是骗人的 要不是真的有当事人 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我可能都不见得相信你 你愿不愿意见一下吧 这一次 我关注我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 我们都会尽量帮你 我不帮你 那我们这次的请托人 叫做陈小花 陈小花 一个微笑 一次想过 非常感谢你们温暖 能量团团的陪伴 谢谢你们给我带来玩温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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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见你一面就够 是你的爱让我成就 只想让你不再担忧 我有努力的在身后 我只想让你不再担忧 我有努力的在身后